加拿大的泥碳地 泥碳地是死亡的泥碳险以及其他形成泥碳的苔险 沙草和木本植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湿地 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泥碳地位于加拿大 它们覆盖了加拿大约14%的领土 泥碳地有三种类型 沼泽地、钙尔雨、亦为松软的地面 沼泽地冰岛雨中泥潭的意思和一些沼泽地 许多植物和动物都有特殊的适应能力 以应对泥碳地中非常潮湿的条件 泥碳地是少数专门用于这些独特栖息地的物种的家园 其中一些常见于更北的纬度地区 泥碳的在生物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起着碳储存的作用 有助于调节气候 泥碳的是档案 可以揭示一个地区的自然和文化历史 过去 泥碳的被认为是潮湿 贫瘠的荒地 但对于那些了解它们更多的人来说 它们变成了不同寻常 引人入圣和复杂的生态系统 泥碳地是不同于沼泽 潜水湿地和大多数沼泽的湿地 因为泥碳层的堆积 这种泥碳为这些湿地创造了独特的条件 泥碳地表面的前30到50厘米 主要由活的苔藓和植物形成 泥碳是在这层生物下面发现的 泥碳是由死亡和腐烂的泥碳藓 和许多其他曾经生活在地表的湿地植物组成的 在这些植物上生长出了新的活植物 这种泥碳通常有机密深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超过10米 由于泥碳的吸水性很强 它就像一块被水饱和的紧凑海绵 这使得水很难循环通过 这使泥碳地的水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 就在地表以下 泥碳地的高地下水位 对于维持有利于其他湿地植物的湿润条件 以及提供可能减少下游洪水 或在干旱时缓慢释放的蓄水量都很重要 与某些其他湿地一样 泥碳的植物组织可以吸收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 营养物质和沉积物 因此可以清理受污染的水 泥碳地的条件是独特的 腐烂的泥碳产生腐质酸 使泥碳地的水呈酸性 PH值较低 几乎与醋一样多 此外 泥碳中的水是缺氧的 含氧量低 营养物质含量低 如氮 这些条件 加上北纬地区的低土壤温度 使得地表下的分解过程非常缓慢和困难 许多正在分解的微生物 缺乏在泥碳层中生存所需的大部分物质 因此苔藓并没有在死亡时迅速分解 而是随着新苔藓在顶部生长而积累 温带 北方 亚北极和北极气候中的一些泥碳地 已经形成了一万多年 或者自上一次冰河时代结束以来 一厘米的泥碳需要大约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 但在降雨量高的地区 苔藓生长更快 泥碳积累更快 这种积累不是分解 而是留下大量的死亡植物作为泥碳 泥碳有40%的碳组成 因此 碳不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 二氧化碳是分解的产物之一 也是温室气体 而是储存在泥碳地中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泥碳地 是最重要的陆地碳储存地 它们含有约30%的全球土壤碳 是气候变化的重要调节因子 由于泥碳的分解率很低 泥碳的可以成为一个地区自然和文化历史的档案 泥碳的本身及其周围环境中的花粉 树叶 动物和人类文物可能会被苔藓缠住 并因泥碳的特殊条件而被保存下来 数千年后 科学家们可以找到生活在附近的物种的遗骸 并重建过去的环境 在加拿大 大多数泥碳的都是沼泽地或沼泽地 它们在水进入生态系统的方式上有所不同 这使得它们彼此非常不同 水源会影响水化学 这会强烈影响生态系统中的植被群落类型 包括泥碳险物种 沼泽地或营养丰富的泥碳地 其水完全来自降水 包括雨水 物和溶血 营养丰富的意思是从雨水中获得 这种降水几乎不含或根本不含溶解的矿物质和营养物质 因此分解植被产生的酸无法被中和 这就是为什么沼泽中的水是酸性的 而且营养成分很低 沼泽地表面以下的氧气水平也很低 这些条件 加上沼泽地的野生动物可以不受风和阳光的保护 使得它们的生物多样性相当低 一些沼泽是由于苔藓生长在一个孤立的小湖泊或池塘上 并慢慢填满它而形成的 但大多数沼泽是由生长在潮石景观上的苔藓形成的 泥碳最终阻止了水离开地表 根据沼泽地顶部生长的植被类型 它们有时被称为开放式很少直立的木质植被 灌木状有低矮的灌木或桥木状有一些小树 沼泽地是矿氧泥碳地 不仅从降水中取水 还从地下水或有时从溪流中取水 由于它们的水源多种多样 反而往往富含溶解的矿物质和营养物质 而且它们通常不是酸性的 具有更中性或碱性的PH值 纯水具有中性PH值 这些条件会使泥碳的分解比在沼泽中更快 因此泥碳的积累可能会更慢 而且通常没有在沼泽中那么厚 由于沼泽地的条件没有那么恶劣 它们的生物多样性通常高于沼泽地 它们可以出现在湖泊和河流的边缘 也可以像沼泽一样是开阔的 灌木状的或树木状的 沼泽地中的大片开阔水域 有时会与一条条栅烂接壤 一些浅层分解良好的泥碳可能会堆积在沼泽的某些区域 使这些沼泽也成为泥碳地 有关加拿大泥碳的分布的更完整信息 请查看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PDF 在全球范围内 泥碳的占陆地面积的3%至4% 约400万平方公里 泥碳的分布在世界各地 一些热带泥碳的存在于亚洲 中美洲 南美洲和非洲的森林阴影下 在加拿大 它们遍布全国 但在北方 亚北极和北极地区更为常见 它们覆盖了我国约1.7亿公顷的土地 约占加拿大总面积的14% 沼泽地也被称为Maskix土著人 对潮湿地面的称呼 是我们北方森林中最广泛的湿地 植物和真菌 泥碳地生态系统中 最主要和分布最广的泥碳形成物种是泥碳险 它们是关键物种 这意味着它们改变了环境 创造了许多泥碳地生态系统 全世界大约有120种泥碳险 像大多数苔藓或苔藓植物一样 泥碳险是柔软的 小叶的小植物 苔藓通常生长在潮湿的环境中 由于它们没有根可以获得水分 它们通过只有一个细胞厚的叶子吸收水分 它们也缺乏种子 依靠风传播包子来繁殖 它们的组织中可以容纳大量的水分 就像海绵一样 这有助于它们在干燥时期生存 泥碳险生长在垫子上 淹没或漂浮在水面上 通常可以承受大型驼陆的重量 泥碳层和活苔藓 形成了其他植物可以生长的机制 由于营养和氧气水平较低 尤其是在沼泽地 植物多样性通常仅限于特定物种 生长在泥碳地的植物必须适应 才能在其不寻常的条件下茁壮成长 例如 根部有细菌的根流 以帮助收集和保持营养储备 在沼泽地植物多样性高于沼泽地 草本植物 蕨类植物 草和沙草生长 其中一些植物也可以生长在沼泽中 如棉花草 但低洼的灌木 如蔓越莓 沼泽月桂 皮革叶 蓝莓和拉布拉多茶 更为常见 泥碳地中发现的其他植物 包括杜鹃花和蓝花 它们与根中的真菌 称为菌根共生或结合 以获得额外的营养 在泥碳地的开阔水域 可以种植睡帘和其他一些水生植物 从春季到秋季 泥碳的往往是色彩鲜艳的生态系统 因为植物在春季和夏季的不同时间开花 而不是相互竞争传粉昆虫 秋天 在第一次霜冻之后 一些灌木的叶子会把沼泽或沼泽变成橙色和红色 大多数泥碳地都含有食肉植物 这些植物 如象日葵 水草和猪龙草 可以通过捕获少量的养分 来弥补土壤中的营养不足 昆虫和蜘蛛 猎物会被叶子上对于象日葵或叶子中 对于猪龙草含有的甜年性液体吸引 当它们接触到猎物时会被卡住 当猎物捕获猎物时 植物会产生消化液 并通过叶子吸收溶解的昆虫残留物 从而获得营养 树木可以生长在泥碳地 但只有在它们的根 能够在水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生存的地方 最常见的树木包括沼泽柳树 黑云山 螺旺子 灰化和白化 虽然有些可能达到正常大小 但由于可用营养素和氧气含量低 水位高和暴露在风中 许多仍然很小 在北半球的沼泽和沼泽中 已经发现了600多种真菌 这包括那些与植物或藻类形成共生体的植物 如菌根 和第一 大多数是微真菌 或非常小的真菌 但有些物种在表面可以看到蘑菇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这些真菌比细菌更重要 可能是泥碳的大部分分解的原因 野生动物 鱼 在泥碳地的开放水域 人们观察到了像鲤鱼这样的小型鱼类 但与其他湿地不同的是 由于水中的酸度 低氧和营养水平低 鱼类的多样性不大 在潜水池塘中 由于缺氧和冰层覆盖 鱼类可能无法度过冬天 但有些鱼会在第二年夏天回到泥碳地 鸟 泥碳的为数百万鸣 猛禽和水禽提供了栖息地 其中大多数是迁徙者 在夏天交配或造访它们 一些物种 如宗鹰和林肯麻雀 严重依赖泥碳地 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些独特的生态系统 泥碳地是树叶的绝佳栖息地 它们可以捕食大量的飞虫 北方要在高高的草丛中筑巢 生活在森林中的云山林 可能更喜欢在夏季 避开大多数捕食者的开放栖息地 在泥碳地的开阔水域附近 或上面可以看到海鸟 鹅和鸭子 包括黑鸭和孤独的域 如果泥碳地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栖息地 例如不同类型的植被覆盖和开放水域的存在 那么鸟类的多样性比更均匀的泥碳地更高 此外 较大的泥碳地对一些鸟类很重要 如萨凡纳麻雀 棕驴鹰和罕见的高地域 哺乳动物 在泥碳地中 可以发现一些大型哺乳动物 驼鹿 白尾鹿 木野牛和驯鹿 经过苔藓殿后而结实的地区 足以承受它们的重量 它们可以在不妨碍长腿的情况下行走 一些林地驯鹿专门选择泥碳地 作为冬季栖息地 因为它们以那里发现的许多第一为食 这些生态系统对物种的保护非常重要 黑熊 狼和山猫 也可以在泥碳地寻找食物 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 比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更常见 更多样 驴鼠 田鼠 老鼠 雪鞋兔 水雕 蛆蛆 射鼠和红松鼠在泥碳地寻找食物和住所 没有多少小型哺乳动物是泥碳地专家 那些医生主要生活在泥碳地的哺乳动物 但北方沼泽湖猴 南方沼泽湖猴和北极渠 海狸更喜欢泥碳地而不是其他栖息地 海狸在泥碳地中也很常见 众所周知 它们会改变泥碳地 并通过堵塞地表水的渗流来淹没泥碳地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 由于泥碳地的特殊条件 与其他类型的湿地相比 泥碳地是两栖动物较少的家园 由于水的酸度很高 除了绿蛙和木蛙之外 很少有物种能在沼泽水中成功繁殖 然而其他两栖动物物种 仍然出现在加拿大东部的沼泽中 即鲍蚊蛙、水雕蛙、美洲蝉蝠、春蛙、斑点熔园和蓝斑熔园 由于许多泥碳地位于较冷的地区 爬行动物的多样性非常低 尽管如此 那里还是经常发现斑点海龟和东部吊脚蛇 此外 东部的马萨索家响尾蛇 是安大略省南部沼泽地的居民 魁北克东部光华的绿蛇也是如此 无脊椎动物 在泥碳层中 适应低氧水平的微型动物细菌 原生生物等致力于分解死亡的泥碳险 但由于不寻常的水环境 特别是在沼泽地 泥碳地的无脊椎动物多样性 要比其他湿地少得多 昆虫通常是人们在访问泥碳的时候 会遇到的第一批野生动物 据估计 泥碳的可能有6000种水生和鹿生节之动物 包括蜘蛛 昆虫 和其他有骨架的无脊椎动物 沼泽地的多样性更高 专家认为 这些物种中 约有1%只生活在泥碳地 尤其是沼泽地 是沼泽地专家 但在沼泽地和沼泽地 许多种类的陆地截肢动物 包括苍蝇 蚊蜓 蜂 蜂蜂 甲虫和蜘蛛 都茁壮成长 干扰和威胁 由于加拿大面积如此之大 而且大部分地区都无法进入 因此很难获得泥碳的破坏 和干扰的精确统计数据 但我们知道 在我国北部 很少有人居住 许多地区 约占加拿大泥碳地的90% 或多或少都没有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 一些地区 还是因为水力发电的发展 而被洪水淹没 或者由于林业和采矿业的砍伐而受损 在人口更稠密的南部 泥碳的过去被视为荒地 有时甚至仍然被视为荒原 在一些地区 泥碳的几乎被完全抽干和破坏 为农场让路 一些地区 仍面临城市发展的威胁 一些泥碳的 目前正受到蔓越煤种植 包括洪水或排水和泥碳开采的威胁 泥碳长期以来 一直被世界各地 用作家庭取软的燃料 如今 它被原定用作一种生长介质 扰动泥碳的 将其碳储存释放到空气中 并阻止该地区保留新的碳 直到恢复工作完成 它也可能对当地的水质产生影响 因为一些泥碳的阻止重金属从湿地中流出 泥碳地被道路或部分排水分割 也会扰乱泥碳地的水动力学 由于这些威胁 居住在加拿大泥碳地的一些物种 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物种包括现叶太阳树 一种生活在辛斯科社沼泽地的食肉植物 东部带状蛇 班规 马萨索加和许多其他物种 在泥碳的过冬的林地驯路也面临风险 泥碳的需要数千年才能形成 当泥碳的被破坏时 泥碳险和其他植物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恢复和再生 泥碳层也可能需要改造 此外 泥碳的往往已经相互隔离 这使得泥碳地专业物种在栖息地受到干扰时 更难转移到其他地区或为其受粉 由于泥碳的现已被公认为宝贵的生态系统 加拿大的许多地区都受到了保护 一些泥碳的在国家公园受到保护 例如Warpask国家公园 它包含了加拿大最广泛的多边形泥碳高原沼泽 或者新布伦瑞克省库奇布克的深海岸泥沼泽 其他泥碳的受到省级保护 例如马尼托巴省保护了多达25%的泥碳地 根据国际湿地公约也称为拉姆塞尔公约 一些国际重要的泥碳的 包括沃泰华的梅尔布露沼泽现在受到保护 至于泥碳地的野生动物 加拿大有几个物种受到保护 候鸟法禁止有害物质沉积在候鸟经常光顾的地区 包括泥碳地 冰危物种法禁止破坏或破坏冰危或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 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护这些物种栖息的泥碳地 更好的了解泥碳地也有助于保护泥碳地 在数百年来人们对泥碳的知之甚少之后 泥碳的现在正在解开他们的秘密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他们的水文 地球化学、微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保护 并正在开发帮助恢复他们的方法 泥碳的恢复工作旨在让生态系统重新开始积累碳 调节水流并支持各种栖息地和物种 科学家们也在试图找到一种培育泥碳险的方法 这样它就不会在未来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被开采 帮助泥碳地的第一步是了解他们并谈论他们 了解离你住的地方很近的泥碳地 如果可能的话参观一下这些令人惊叹的生态系统 如果你真的去了泥碳地 就待在木板路或其他建筑上 因为在某些地区 苔险殿可能不够厚 无法承受你的重量 你可能会下沉 即使你对苔险的厚度有信心 也不要践踏泥碳地的植被 因为泥碳险不容易从破坏中恢复 你也可以通过寻找 用于原意的泥碳产品的替代品来提供帮助 堆肥可以取代泥碳 同时也会消耗掉你家里的一些垃圾 此外 你可以在添加堆肥后给土壤充气 或者选择生长在你所在地区土壤中的本地植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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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